身穿黑衣的男子被警方壓制上銬 另一邊同夥也被控制行動不斷哀嚎 原來嫌犯三人潛入寺廟搜刮財物 偷來的話就掉在地上 當場人贓俱貨 事發在8號凌晨3點多 大批警方到西北市樹林 等到嫌犯出現 把三人搶壓在地靠上警車 因為他們半小時前 捏手捏腳闖進寺廟 其中一人還戴手套 手裡拿著黑色袋子 裝了全是偷來的畫作 警方調查 離世男子有竊到前科 得知送信法師設置文物館 收藏近百幅式畫 其中又以山水花大師張大謙 書法家于佑任的作品最為出名 他們專門鎖定名家畫作 價值昂貴的古董上門省切 這個犯罪集團今年三月 就到西指闖空門 得手價值破百萬的古董 成員交保後 這回有鎖定4秒犯案 警方還會擴大追查 涉及的重大切案 記者林詩高黃天耀路易新 CIFN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